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指的跳动要给人以美感 让人感觉到手指与音乐的完美融合 在手指技巧中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华音 虚指颤音 颤音 打音 谍音和波音 而古鲁斯巴乌它的民族韵味的表现 最主要的两个技巧是华音和虚指颤音 我首先讲一讲华音的运用与韵味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华音的作用是使音乐的过度软化 让音乐的衔接圆润 古鲁斯巴乌的音乐柔情的元素比较多 这也是胡鲁斯巴乌最善于表现的 胡鲁斯和巴乌虽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乐器 但是由于制作原理和演奏技法相通 所以在音乐色彩和音乐韵味的表现上 基本相似 我们在慢节奏的音乐演奏中 一定要做到音乐的柔美 在柔美的音乐中 主要支撑的技巧是华音 只要把华音运用好了 那柔美二字便基本得到体现 其中 胡鲁斯的柔和美要比巴乌更要浓密些 因为胡鲁斯属于歹族乐器 歹族是一个温和善良的民族 所谓是他们的吉祥物 所谓的金银剔透 纯美 甘甜 也赋予了歹族人民 歹家人无论言语 歌唱 无不表现着柔和美 我们只要抓住歹族的民族风格 也就是抓住了胡鲁斯的主要表现风格 所以在音乐表现中 很好地采用华音 也就抓住了葫芦斯音味表现的主要手段 在采用华音时 大家可以大胆一些 放开一些 在一定限度内的华音用着乐浓 待足音乐风格就会乐浓 下面 我给大家示范一段乐观下的氛围注意 我采用不同浓度的华音 大家感受一下其风格的浓郁程度 我先给大家演奏一遍 华音比较淡一点 大家听一下 下面 我把华音的浓度再加深一点 大家感受一下 我想大家应该从听觉上感受得出来哪一遍好听一些 我的感觉是第一遍的浓度没有第二遍深 也就代表了在情感上没有第二遍浓 那么在听觉上也就没有第二遍好听 一般情况下 在漫版节奏中 华音用的最多的阴情是 我编书编语代表讲 华音用的最多的阴情是 米缩 缩米 喇毒 多了 我这里所举的例子是以同音作缩为例子 好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 分别示范一下 米缩米 米缩 多了 拉多了 根据我的经验 这四个音型的华音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采用 它会让音乐美感大增 其他音型可以酌情采用 有两个跨度较大的 华音的音型也是比较常用的 它们是躲缩和缩辣 这两个音型的华音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几个手指的同时配合来完成 我给大家示范一遍 首先听一听躲缩 再听一听缩辣 在此呢 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很特殊的华音 我称为叠华音 一般来说 旋律扇行时 华音是由低音滑向高音 而叠华音有点特殊 旋律扇行时 低音跳过高音 从高音上翻的二度或者一度音回滑至高音 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华音效果 因为其中采用了叠音这一技巧 所以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叠华音 大家首先看一下这一部 我写的这个乐谱 本来拉到C 它这个正常华音是 从低音到高音拉到C正常华音 那现在我采用了叠华音以后 首先是第一种是一度叠华音 拉到C中间加了一个叠音多 那现在的华音就有多华像C 第二种同样的原理 就是度数不一样 我用的是叠音变成了锐了 那么这三种效果演奏下来 各有不同的感觉 下面我给大家分别演奏一下 好 我先演奏一下 拉到C的常规华音 再听一下一度叠华音 再听一下二度叠华音 好 下面我再加两个音 在后面再讲听一下 完整的演奏一个乐器 我采用叠华音 刚才我采用的是一度叠华音 下面我采用一下二度叠华音 大家听一下 通常情况下 我采用二度叠华音的几率更要大一些 因为我觉得二度叠华音的浓度和感情更要浓厚一些 叠华音的采用 大家可以根据乐器的情感需要来采用 他们规定说是一定要采用 或者是一定不能采用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听觉 如果觉得好听就采用 不好听就不采用 接下来再给大家聊一聊 华音的另外一种现象 我称为常华音 常华音这一技巧 我在教学专辑第二集中 已经讲过了它的具体操作方法 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大家都知道 节日的德安山这首曲子 它的影子基本上是用 常华音来演奏的 常华音的使用可以使音乐回肠氮气 产生特殊的效果 这一技巧 关键是气息和手指的配合 关于气息和手指的配合 一般情况下 是气息随着华音的滑动 随着手指的摸动 逐渐的增强 不管是下华或者是上华的 常华音在气息上都要有所变化 音乐才会好听 才有感情 再次我强调一点 手指的应用是充满感情的 一定要避免机械的运用手指 这是演奏好任何一件乐器的重要条件 在教学中 我非常重视手型和手指的规范 当手指和手心规范了以后 可以做到应用自如 外形美光 通过不断的演奏练习 锻炼手指的弹性和韧性 在演奏时做到慢而不笨 快而不乱 甘柔并激 单看手指的跳动 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下面我用不同的手指感觉 演奏同级音乐 大家来辨别一下 哪一种好听 哪一种好看 很简单 我演奏一段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开始部分 首先我采用比较机械的 是暗闻的方法 大家听一下 好 再听第二个 我把手指带点感情 把揉的东西在手指上体现一下 大家听一下 同时也主要看我的手指 我相信大家应该 很肯定的说是第二种 第一种好听 那么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我开始讲 为什么每个人曲子吹下来了 但是不好听 为什么不好听呢 手指的应用 手指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的手指没用好 手指上没有感情 你的音乐 你的音乐就注定 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就不好听 关于华音 我就讲那么多 接下来 讲一下 虚指唱音 关于虚指唱音的具体操作方法 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而着重讲一下 怎样表现好这个技巧 要想掌握好这一技巧 对煽动手指的要求 特别高 煽动手指 必须做到 匀俗煽动 能快能慢 特别是在快速音符上的 虚指唱音 有一定的难度 如竹林深处和感摆中 用的比较多的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 一句感摆中 快速音符上的 七支唱语 大家听一下 还有竹林深处 有这么一段 最终中的快速息指唱音 是在第一排里面 Do Do ReDo Mi 那个Mi 上带了一个息指唱音 带了这个息指唱音以后 它的带来风味和音乐特色 也就得到很好的表现 如果不带这个息指唱音 就觉得差点什么 不好听 但是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慢的息指唱音 容易掌握 在慢速的息指唱音中 最难的是保持匀速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胡快 胡慢 或者不能坚持到底 本来是一个四排的 唱音的息指唱音 有的同学只能坚持到第三排 到了第四排 又没有息指唱音了 这就造成了音乐上的不完美和不完整 这也是息指唱音功底不够的体现 我通过听过好多人的演奏 西指唱音还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音波的幅度过大 所谓幅度过大 是这样一种现象 首先我给大家 从直观上来看一下 能看得见 这就是幅度过大的音波 我用现象的表述出来 那么 这种景度过大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大家听一下 就是这样一种秀 那听就算大家听得懂 这不好听 音乐会显得非常的呆板 没有美感 而库鲁斯的西指唱音 西药的水中 美的感觉 故音波的正部不能大 应该是这样的波式 它的功能非常的纤细 从感官上 从视觉上 看上去 就非常的柔软柔和 那积屏演奏 是什么效果 大家看一下 那怎样才能避免 这么的过大 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音波是怎样产生的 西指唱音 是使音产生高低变化 而形成的一种音波 当手指煽动 关闭音孔时 阻碍了音孔的排气量 音就变低 也就是当我们的手指 关到音孔的时候 阻碍了气流的排出 这个发音 它就会变低 当手指回来以后 它的音又回到原来的音转 就形成了一种 高低起步的变化 形成了一种音波 如果 这个高低变化的幅度 很小 那音波就会变得纤细 如果高低变化非常的大 那音波就会变得 很明显 很明显 它的那种 能觉感非常的强 会给音乐造成不稳定的感觉 那要想做到 虚指参与柔美 其具体方法就是 煽动的手指 关闭 音孔时 不要全孔 关闭 在感觉上 我们的指度 达到音孔边缘 即可 并且 不能用力去打 轻柔的 接出 音孔边缘 我给大家 再示范 给大家看我的手指 主要看我的 无名指 它是这样的 三个 好 发音的效果就是这样 如果我全孔关闭 是什么效果呢 这就是音波波达 那这种效果 肯定是不好听的 所以 大家在演奏 虚指参与的时候 只要记住 你的 虚指参与的这个手指 煽动的这个手指 只要打 音孔的音源 即可 并且不能用力 感觉到 非常的好听 柔软 音波非常的纤细 就可以了 除此而外 大家还要避免一种现象 就是 音波过于 迷急 那过于迷急 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大家听一下 我所听过的学生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是这样想做的 这个音乐呢 造成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 很烦躁的情绪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关键是 虚指参与的功底不够 练的 不多 对音乐的理解 对音乐 这些美的美的感受 还不到位 大家一定要记住 煽动的这个手指 煽动的这个手指 一定要 几乎 几乎防咪必用 我讲的这个是在慢版或者中版中 快版你就不一定了 咪音因为非常快 这不是双吐三吐的时候 咪就不用了 我讲的这个防咪必用 指的是在中版慢版或者是自由拍子里面的音音 其次呢 是两胎以上的 瑞音和缩音 也是经常使用西指参音的 还有就是统音作发式的瑞音 也是逢瑞必唱 统音作发的曲子 大家应该熟悉 有一首叫大战情歌 还一次读走曲 叫 蒙米亚讲八 凡是在瑞上面 都有虚指参音的标记 如果没有标记 在后面的演奏提示中 应该也是没几话 反瑞上面 都必须虚指参音 特下说 如果葫芦斯八路的演奏 缺少了虚指参音这技巧 就相当于弦乐中少了柔弦这技巧 大家可以想象 二五提琴 要是没有柔弦这个技巧在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 那出来的音乐效果 肯定没有美感 非常的机械 所以柔弦 在弦乐中的重要性 大家可想而知 那么这里 我把虚指参音 在葫芦斯演奏里面的 这些技巧中的重要性 比作弦乐中的柔弦 大家应该引起重视 多加练习 把虚指参音 练好 用好 在手指技巧中 除了华音和虚指参音 另一个重要技巧 应该是参音 在实际演奏中 参音的应用非常广泛 严格的来说 打音 叠音 拨音 都是靠唱音的基本功 来支撑完成的 唱音的练习 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每一个手指的唱音 都能到位 所谓的到位 是在速度上 难快 能慢 要多快 有多快 随心所欲 那么手指的灵活性 也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参音的演奏 到一定程度 你会感觉到 手指不是人为的颤动 而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弹 在演奏中 因为有了颤音 以及波音 打音 叠音 使音乐能变得活泼 有精情 有气氛 在实际演奏中 用的最多的是 短颤音 近似波音 如多情的马武 金色的孔雀 这两首乐器中 大量的应用了短颤音 使音乐产生了轰动刺激的效果 对音乐高手的推动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实际练习和演奏中 第七音孔的颤音是最难掌握的 也就是单同做缩时 高音缩和拉的参与 缩拉的快速的交替 这个技巧是有一点难度的 这个技巧为什么会难呢 因为这个技巧是靠大拇指来完成的 由于大拇指相对其他手指显得粗壮笨重 所以单靠它本身的颤动 来完成这个颤音 是很困难的 其实我们的手腕是非常灵活的 我们的手腕非常灵活 它要多快多快 我们可以煽动 我们可以借助手腕之力 来带动拇指完成高速的颤音演奏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大家看我们的手腕 因为这个音在手腕上 可能外观上 由于采用的手腕 会有一定的影响 大家就要看我们的手腕 希望大家不要忽视颤音的练习 把每一个颤音练习得非常到位 可以这样说 颤音练好了 扭到手指也就灵活了 速度也有了 弹性和韧性也有了 演奏乐起时 手指的运用 随心所意 感谢的 谢谢观看